iPhone 7 Plus 是iPhone系列 瘦度搭载双镜头 和防水设计 iPhone 8 则具有无线充电功能 十周年级款 iPhone X是苹果旗下 收款没有梦见的 无边框荧幕设计机型 苹果产品 求新求变 每一代iPhone都升级 零组件规格 或增加新功能 也为大力光 稳貌 可乘等 台湾供应链带来新商机 Face ID跟所谓的双镜头 当然就在过去 这两年的行情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相关的光学镜头模组 或者是相关在3D感测的 这些元件的概念 股价就出现了 强涨的一个现象 拿起工具拆解iPhone新机 这一回也有新亮点 iPhone X Max和iPhone X电池 明显不同 iPhone X是一体式L型电池 可加快无线充电速度 收费台场的就是新普 反映在股价上 从8月1号股价177.5元 一路涨到近期高点222.5元 发现新普最近的股价涨势 大概是因为在新的苹果手机当中 出现了一些电池的形状的改变 那这个立机的含金量 技术含金量是相对比较提升一些 再加上最近的新普 是出现了一些减脂的带动 每次苹果推出的升级规格 都会陆续成为各家品牌旗舰机种的标配 让供应链持续大咬苹果 和其他产品的商机 单级请问取舱 我们在台北参谱 我们在台北参谱